现在是评审讲评时间 首先请陈淑娟老师上台讲题 首先很高兴来参与这个活动 教育部的黄专门委员 还有我们的评审老师 以及各校的指导老师 各校同学 你们辛苦了 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这次的跟大家说一声 你们接受了一个挑战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任务 然后达到了一个目标 那不管我先讲 就是说有没有入围最后的六队 我都觉得你们做到了 You did it, you make it so you don't feel any if you are not in the sixth group you don't have to feel disappointed 所以你不用觉得很沮丧 如果真的没有进入这个六队 但进入六队的同学 当然他有他的一个优秀之处 总结所有的评审的一个意见 优秀的六队 我想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 因为你在台下当一个观众 你也看到了他们的优点 那藉由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一个学习 很多的人生的过程里面 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几分钟的练习 达到一个目标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学习活动 首先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针对演讲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演讲可以 应该算是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演 一个就是讲 那演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几个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 第一个是你的知识 包括你的这个手势的展示 还有就是你的台风 还有很多我看到同学的走位的部分 我都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想大家经过很多的练习 那知识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减低你的一个紧张的感觉 所以其实同学如果利用那个知识 手势的一个展演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你的 所以这是演的一个部分 所以英文我们虽然说speech 但是我们中文可能在演跟讲当中 它是要互相配合的 所以它包括了一个 performers 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因为今天也是没有任何道具的情况下 我觉得同学做得非常的好 我看到就是大家很有这个大将之风 非常的感动 你们的学习非常有成果 再来讲的部分呢 我倒觉得 这个就要看你们之前的一些准备 因为题目你们是知道的 那准备这个讲的部分 第一个看清楚题目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题目它到底需要你表达哪些内容 那你就要去搜集这些资料 然后去安排你的重点 有哪些要素 哪些 elements 是你要放进来的 你要用一种比较 调列式的方式先搜寻好 重点列出来之后呢 我觉得有些不必要的细节 倒是到时候 透过跟老师讨论 或是同学当中的讨论 应该把那些不必要的细节 你就可以把它去掉 那再来就是我看到同学很多就是举例 其实举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举例它的这种东西 是让大家能够贴近你的主题 但是举例有时候不可过长 如果那个例子是非常的长的一个例子 我倒觉得有时候它会比较多余一点 举例其实就是要切中要点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同学可以再做个思考 再来举例的话 其实也可以当作一个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说hook 它是一个吸引写作当中吸引读者注意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句子 或是一个事前 那举例也可以当作一个hook来处理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举例举得好 它就是一个加分 是一个画龙眼睛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其实演讲有时候它需要一个sense of humor 它需要一种幽默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气氛其实会蛮好的 不过我觉得在这一次我比较没有看到这一点 可能大家比较严肃地去对待你的东西 所以通常比较看得到的是比较 这一次我觉得是比较seriousness 比较没有sense of humor的东西多一点 那同学呢 同学呢因为在四个人的一个协调上面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次的演讲不是个人 是四个人的团队合作 所以在发音或者是声调的部分 我倒觉得很多的你们的队伍可以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调整 就是让四个人的声音或者是音调的部分 可以比较趋于一致 或者说因为有一些剧情或者是内容的不一样 也可以做一点点这个高低起伏 看怎么安排 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点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觉得时间上的掌握大部分同学都是蛮好的 可是有几组他可能过短 那我又思考过为什么他的时间会上面没有完全利用完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然后把那个词给忘记了 所以他就跳过了 因此他本来可能要讲一分钟 那后来他就可能少讲了几秒 那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之后 他就会过短 那我觉得过短其实有点可惜 因为在演讲当中 你应该充分的表达你的意见 你的想法 如果能够善用这五分钟 甚至到五分三十秒的时间 我觉得对你的主别来讲 会比较有利 OK 所以时间上面的运用 那最后我要说一下是 其实我 基本上演讲的比赛都是个人比较多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个人 可是这一次要呈现的是你们团队的精神 所以在团队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一个考验 因为好像一个接力赛 到底谁应该说 应该先说 谁应该说中间的body part 那谁应该做conclusion 我想说这个部分的安排 其实知道老师或是同学们 应该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可是在我看到的是 90%都搭配得非常的好 你们知道说 借由走位 然后来看谁先做一个introduction 那后面呢 谁要说哪个部分 那后面也有可能 conclusion是最后第四个同学讲 也有可能做introduction 来做一个conclusion 我觉得这都是还不错的搭配 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讲的 我想同学非常的看重这个比赛 所以在一致性上面 包括说你们穿的学校 应该也是学校的制服嘛 或者是说特别这个服装上面的一致 或者是说打扮上面的一致 不用花什么钱 就是用现有的你的服装 做一点点这样子很整齐的仪容的打扮 我都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我看到同学用心非常好 而且呢走出来的一个团队的精神 他其实也有一个先是夺人的感觉 我觉得在团队的一个演讲上面 这是必要的 那也许有些队友他会忽然忘词紧张 然后他忘记要说什么 那旁边的队友其实就是 应该不要被这个队友影响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是旁边的队友 其实可以给予一种支持 如果旺词的同学稍微 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紧张的话 其实就是大家维持原来的样子 旺词的同学我倒觉得 因为有背了稿嘛 所以背了稿可能一直想要记得稿子是什么 这个时候倒不如先不要记得稿子是什么 所以呢背稿它有点是帮助你 但有时候好像有一点点阻碍你 所以倒不如在忘记的那一句的时候 用自己的方式来讲出来 这个时候你会更自然 然后再把之前的可能就想起来 你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这就是一些方法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但是我看到了在团队的合作上面 我觉得同学做得非常好 因为成功有时候也不是个人的 成功可能是属于大家的努力 那这一次呢 谢谢大家这么的努力的合作 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 Tent Talk 的 Speaker 恭喜你们 不过他们入围 你们都是 the best 谢谢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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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真的 正确实 演 те 好 我会很想 不要 到 方元 一定要 来 二 来 到 它 过 小 Shinmin High School for providing this and all the students who are helping and I'd like to thank our sound engineer for providing the sound for us and your teachers for helping and you participants for participating and entertaining me for two days and also I'd like to thank the judges for their time and effort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format a couple of things about the format already being the last person to speak everybody said all the important things so I don't need to speak much format basically when you stand here in the first 30 seconds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part I need to know who you are what is your topic and what you're going to do of course a lot of it is already introduced but you need to greet your audience you need to say who you are I'm Jeff and my group members you know Jones and Mary and Jane and my topic is number two and I'm going to we are going to tell you how important is to be an international having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and then you have an outline which is well we hav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cial and business etiquette all right so in this short introduction I know what I'm going to listen to you about and so that would be a very helpful thing as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in the previous speaker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as far as the formatting and all your teachers and you're aware of this leave the best person and second best person for the first and the last speaker in your group because it's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hear and the last thing that we will remember as a person as a judge as a human being so leave the best two for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ird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Eva and it's not a girl and it's not Eva airline and it's the acronym I created and E stands for enthusiasm and I in this year I see a lot of enthusiasm in your speech so I think this is really helpful and keep it up for the coming up groups and in your future endeavors enthusiasm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in your way of speaking in your body language and in relaying your message so I will not say much about that the V stands for vulnerability that's a long word and it's good to know that word I tried to find a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it but maybe 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let me tell you what I mean to be vulnerable means to come here and expose yourself to an event and that's how you live life to get yourself into something if you never get yourself into something you never know how it is I can tell you for sure I can stand her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I have never lost in a kickboxing competition because I never participated in one so if I never participated I can say that but what's good about that because I don't know kickboxing I never know how is it to feel to be in a situation like that you all of you and the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yesterday have this courage and have this experience to be here and expose yourself and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life you don't expose yourself you don't live don't let life just pass by you and a stands for ask ask before you act and make sure that you are very that you are fully aware of the topics and what is it that you're going to be doing here and in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aw yesterday and we as the judges we didn't see any relevance to the topic of yesterday however today I found out that some of them were relevant to the topics today and so it's it already hurts your content so be sure to ask if you are not sure call and find out what is it exactly I have to know your purpose you're going to do okay with that I'm going to finish finish my speech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thank you 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大家晚大家晚安 現在終於到了最緊張的時刻 我想經過兩天的比賽 各位同學不管等一下的結果如何 你都足以為自己做一個很大的很大的喝采 因為經過兩個的比賽 然後生在一個人生的舞台上面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然後尤其四個同學這樣子 經過一關一關的上來 我想往後一定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那也預祝等一下 用度尾的同學去對舞 然後恭喜他們 然後未來呢 在各位同學再往後的話 在我們英語的學習 各方面的學習上面都會成功 步步高升 在這邊跟各位同學恭喜 那首先呢 我們來公佈十所優良的學校 各位同學不要緊張 各位家長不要緊張 然後在跟各位報告之前呢 我們先說明 我們入圍的表現優良的學校呢 等一下宣佈的話是跟各位報告 是依照序號來做報告 來做宣佈並不是依照成績 我們先說明 首先是第七號三 明德學校裁暖法人 台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第四號 台中市東山高級中學 恭喜 第七號七 國立抖六高級中學 訊號八 台中市私立喬戴高級中學 訊號十二 台中市私立鴻文高級中學 訊號十二 第七號十四 威格學校財團法人 台中市威格高級中學 訊號十八 台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訊號二十 台中市私立華盛頓高級中學 訊號二十 台中市私立華盛頓高級中學 訊號三十一 第一 雲林私立 正興高級中學 訊號三十三 苗栗縣私立建台高級中學 各位 你們緊張我也很緊張 所以剛剛我有一個學校呢 我把它排訊 念在後面的 我叫 第七號十八 台中市私立病人高級中學 剛好沒念到 謝謝 這是十所 表現優良學校 然後 現在宣佈六所 六所入圍的學校 好 各位 期待喔 第三號 續號六 台中市私立新民道高級中學 恭喜 續號十一 彰化縣私立金城高級中學 恭喜 恭喜 續號十七 台中市私立民道高級中學 恭喜 續號二十三 台中市私立小民女子高級中學 恭喜 續號二十五 南投縣私立山育高級中學 恭喜 續號三十 台中市 續號二十五 南投縣私立山育高級中學 恭喜以上六所 四位學校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決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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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